Leo聊世紀 天天用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波蘭人 這一場比賽是軍法3的主賽事比賽 ok 那這場比賽是Balance對上Hera 昨天已經打完比賽了 我們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10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是Balance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開局 擁有這個折扣的效果 這個升級時代 每個時代都有折扣 所以他升黑暗時代 封建時代跟電用時代 都有一個不錯的減免 但是他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在練一些基本配置來說的時候 義大利人是一個很好的練習對象 那他的海戰部分呢 擁有這個漁船比較便宜的費用 前期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對於自己打封建時代 戰船或是轉攻兵路線都有一定的幫助 那這張地圖開局 會有這個木樁需要去打掉的 不然沒有辦法把裡面的羊給救回來 那這兩邊呢 都已經先把羊多給救回來了 所以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義大利人呢 後期的火槍火炮價格很便宜 而且還有傭兵 重裝騎士 都是三攻三防 而且也有品種的一個優勢在 也可以說是 義大利人是全能型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波蘭染這邊 那Hera這邊選擇了波蘭 波蘭的話 出身點位是點頭方向 那波蘭人來說呢 他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也有這個強無三級射 拇指環 而且也有這個步兵鎧甲 起兵路線 雖然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他的大洛馬 是遊戲裡面最強的洛馬文明 那他後期呢 重裝騎士呢 也是很便宜 早點像銀貫技術 貴族特權 就可以讓一隻騎士 只要30塊錢的造價 所以整體來說 波蘭人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文明 而且經濟呢 非常好 只要在大中原旁邊 撒下農田 就可以立即獲得8%的漏量 這個效果 讓波蘭的漏遠遠不絕 然後漏馬又是非常強的情況下 中後期 如果你是喜歡玩漏馬的人 那波蘭人 你一定不能錯過 OK 那現在 Valance 很一個標準的開局 已經開始補下碼頭了 五個人伐木 好 去趕快開漁池 HERA這邊也是五個人伐木 開下了碼頭 然後趕快捕魚 那這張地圖的重點呢 是中間有點像鈔金草 有非常多的黃金 那這個漁池地帶呢 一樣是可以造這個自爆船 去控制這張地圖的 所以說 誰獲得了中間地 誰就贏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野外有很多的黃金 可以去開採 即使中間拿不下 也可以從側翼攻擊 把對手逼到中間來 再翼王打盡 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比賽地圖的部分呢 資源分布 基本上就是很平衡的 不會有太多的太大差異 所以就不用太去思考 這個地圖該怎麼打 只要知道這個資源分布 哪裡有就可以了 好 Balance這邊是補了一些木牆 準備在這裡補一個新的碼頭 要來燒船了 好 Hera這邊已經看到了 欸 你在蓋碼頭了 那右邊這裡 Hera要不要 拉個一隻過去蓋一下碼頭 燒一下漁船呢 好 這裡抓到囉 趕快圍 但圍不起來喔 這是青苔地 完蛋 Hera可能是忘記了 好這隻村民應該是 南逃逸結了 好封建時代上去 兩邊都在出火戰船 火戰船一出來就是開燒 有機會燒掉一艘嗎 好第一艘燒不掉 燒第二艘 先把輸出打滿 好差不多要出來了 好火戰船一出來 先逼退一下 繼續燒魚船 燒掉第一艘 這波燒得漂亮 只要能燒到一艘魚船 對於前期的經濟打擊 非常重要 好第二艘也被燒掉了 第二艘也燒光 Hera這邊有點尷尬 戰船輸 漁船也輸 義大利怎麼輸 好兩隻肉馬 來抓到這兩隻村民 不錯 這也是一個 二換三 兩個隻村民換三艘魚船 Hera這邊是選擇洛馬開啟 OK 那這個農田灑得有點醜 這裡居然有空地在 那看起來職業宣傳們 並沒有用太多的這個 自動灑田的能力 大家還是習慣自己手動灑 好那 義大利人家裡稍微圍一下 槍兵出來戳 戳到了一刀 OK 肉馬繼續在中間地圖 稍微繞一下 血量有點殘了 四隻肉馬 好 收掉殘血 上去 被戳死了一匹馬 這個高地槍兵很痛的 好那 Hera已經失去了 捕魚的優勢 但是沒有關係 他是波蘭人 只要有足夠多的空地 他就可以產出更多的肉 只要有空地 有這個大中原 就可以源源不絕的產出 大量的肉類 好 好那現在 果然有捕魚優勢的義大利人 率先點下了城堡十代 Hera這邊 要稍微 農一下 才能升級上去 好那現在捕魚的情況 還是義大利人非常具有優勢 好 兩隻村民往前 是要來蓋城鎮中心嗎 我覺得很像 這裡可以蓋建築物喔 還是蓋個什麼東西呢 欸不是 這個已經走過頭 是要來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這一次想要早期直接打死Hera Hera Hera這邊是單TC 現在還不能開TC 瑪秀的部分 是只有單瑪秀 洛瑪還在繼續按一些 好 按了兩隻洛瑪過來打一下 OK 收掉 Hera這邊的洛瑪也在繼續囉 好 補下了雙修道院 這邊反應相當及時喔 剛剛有偵察到的關係 所以現在這邊轉兵 暫時沒問題 但是TC有點難開 這個城鎮中心可能要取消了喔 硬蓋起來可能也會要 馬上一直修 浪費很多資源 這個只能被迫取消 好 往下面開 好 正面的馬就落馬海戰 清奇兵出來 拉掉一些馬 好 這一波進攻要被打破了 那波蘭這個文明呢 森旅也是蠻好用的 還有這個救贖思想 躲一下 Hera這邊躲得很漂亮 投射過來 但清奇兵有抗招想的效果 哇 結果還是被打到了 還有這邊黃金有點缺 找個機會往外開TC 找下黃金礦 會比較好 那一大一人 現在黃金數量慢慢穩定起來 左邊補下了新的城鎮中心 派了一隻騎士 護駕一下 好 洛馬上前 但是洛馬絕對打不贏騎士 投資車高達第一 想要嘗試解掉 生旅 結果生旅 沒有招想到 騎士順利衝了進來 好 現在Hera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繼續按生旅 生旅繼續按 然後趕快招想 該有的單位 好 解掉一隻 收村 招想 OK 又收進去 生旅保存得很好 Hera這邊繼續用漏馬 沒有轉出騎士 又變村民 大頭戰 現在在發呆 這個發呆了有點久 12隻村民 沒有木頭 現在被 稍微被斷到一點木頭 木頭有點缺 好 往上走動一下 先開個伐木場如何呢 好 這一波牙刺 Hera有點岌岌可危 但是3TC的肉 沒有放棄 還在繼續噴村民 這裡有幾隻村民 可能要被抓掉了 好 再稍微 控制一下 好 下面的肉馬 還在騷擾 肉馬上前 就是要收到這隻生旅 搞定 好 生旅 過來放進去 不要硬招比較好 但這一隻生旅 可能倒了 哇 最後還是被收掉了一隻 好 放出來 再繼續招翔 騎士只能被逼退 Hera這一波打得十分漂亮 肉馬再去往前 但是又抓到出來的生旅 哇 又賺兩百斤 Hera這邊黃金 直接歸零了 沒有人再挖金礦了 這金礦要趕快去挖喔 這邊怎麼在吃果子 好 再穩定肉量 哈哈 哇 Hera真的很趕耶 是我的話 我都不敢這樣子 不挖黃金 看著黃金的話 肯定是想挖一下的 好 Hera這邊已經被 丟到 差點生活無法治理 這隻村民在幹嘛呢 想搞點什麼事情嗎 好 那目前肉量非常穩定的 義大利人 現在資源商 來到了33片 肉類 左邊TC也開下去 3TC也穩定下來了 好 那破爛人點下了品種科技 補下騎兵的血量 好 兩隻肉馬看到 在發呆 Hera這裡尷尬了 沒有空 死了兩隻僧侶 直接硬上 好 破爛人這裡 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再空這邊肉馬 肉馬抓到了一隻村民 但是騎士即死反擊 OK 守住 好 這裡再繼續走個多線 開始要給 義大利人更大的壓力 跟蹤技術還有5秒 肉馬 一擠馬凱 也補充上去 但這邊 生旅的無站位不是很好 被砍掉了一刀 這裡再一刀 有機會 哇 最後被招搶到了一隻 輕騎兵 哇 Hera把琴線的肉馬都送光 這樣壓力會有點大喔 好 轉一下的騎士出來 那後面可能還要繼續補輕騎兵喔 家裡的 家裡沒有肉馬 所以現在要遭享比較困難 而且現在補騎士的話 就意味著生旅 沒有辦法繼續按了 沒有生旅的話 這些騎士就可以無法無天 衝進去一直砍一直爽 所以Hera這邊有點微妙 這邊轉騎士出來 黃金吃的有點重 好 趕快來挖黃金 咦 這邊有看到喔 花黃金曠村民 Hera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左邊這裡村民很危險 趕快收村 三隻騎士在這裡 好 再放出來 繼續踩 現在Hera經濟有點炸裂 但是資源上還是領先義大利人的 波蘭就是這麼的厲害嗎 都已經沒有補優勢的情況下 還可以領先對手資源 而且還在被進攻的那一方 好 這邊騎士再度往前 想要嘗試抓村民 哇 這一波這次抓到了 好 但上方也是抓到一些村民 好 還有這邊一個多線的關係 有點空不太過來 四處都在著火 村民趕快過來招翔 好 神旅 神旅 招一下 好 這裡找到一個新的黃金礦 OK 那這裡黃金終於穩定了起來 石頭也可以趕快挖 那波蘭也是一個唯一世紀帝國裡面 可以踩石頭產生黃金的文明 好 這裡又招翔到了一隻 哇 騎士數量已經開始反超對手了 意大利人的黃金數開始穩定起來 23個人挖金 但是肉不太夠 騎士數量回到了8隻 但是Hera這裡總共來到了16隻騎士了 要開始無奇馬爆了嗎 雖然還沒有騎士貴族特權的科技 但還是優先點了一些騎士出來打架 這是玩波蘭的一個重要細節 大家都會覺得說波蘭沒有點貴族特權 出騎士很虧了 但是在必要時刻還是要按一些騎士出來擋 會比較好 好 這邊TC繼續補 4個城鎮中心 第5個在左邊 第5個在左邊 好 中間補下了一個大學 好 帝王時代補下 Hera這邊跟對手差不多時間 喔 這裡 本來是史智弗抓得很漂亮 四隻騎士 直接抓到伐木工 哇 這裡難受了 怎麼突破防衛網呢 這裡沒有視野 趕快補一個 Yuva也知道 哇 這邊居然被溜進來 這裡暗暗的 明明大軍在這邊 卻這四隻騎士還是搞到的事情 OK OK 趕快拉開 不要被著想到 OK 回去繼續伐木 這裡稍微圍一下 好 圍起來打 欸 直接敲破木門 細節細節 好 義大利人直接突破了這道防 防守 好 遊戲中來到了中後期了 那現在中後期的階段 最重要的就是 要怎麼去反擊 大量騎士了 那義大利人反擊騎士的最好辦法 就是出勒納奴守 自己的寶兵單位 那Hera這邊呢 最好的做法 就是爆更多的大落馬 跟強奴或戰毛兵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戰毛兵的話 比較少出現在 波蘭人的出兵 範圍表裡面 所以要思考是 波蘭這邊用超多大落馬 還是要轉火炮反擊 那如果轉火炮反擊的話 義大利人又成本上的優勢了 所以後期的波蘭人 遇到義大利人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好打 那最有可能的擊破方式 可能就是轉出大量的騎士 直接壓過去 那中間的黃金礦 可能要空個下來會比較好 好 隊友時代點下 還是要轉攻兵呢 但這邊轉攻兵會有點難受 既然承襲時間 波蘭轉兵是比較偏慢的 好 這邊先點下化學 火炮還是要出 手推車也補下了 好 上方的5匹馬 開始拆除碼頭 左邊的十隻騎士 開始往前 欸 這個生鯉 完了 啊 兩隻 好 黑馬這波也是抓得不錯 抓到了很多村民在工作的地方 但對手馬上補了一個修道院 在暗示他說 我要在家裡出生旅遭翔了 你不要進來啊 趕快 趕快 繼續蓋 繼續蓋 欸 這裡怎麼補了一個市井 感覺對手有點慌 本來是這邊有點小慌小慌的 好 那波蘭這邊果然是轉出了工兵路線 但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波蘭這邊要轉工兵的話 轉兵期可能會稍微久一點 畢竟要從農兵開始慢慢升級 而且二級射 三級射也要點 化學有先點了 好 工兵甲也先點個一點 意大利人點下了 絲路 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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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蛋了!這個失誤可能是個伏筆 絲綢之路這科技說過也不貴,說品也不便宜啊 畢竟一個科技也是需要點資源 還不如把這個資源省下來,去投資一下金瑞、熱奈亞、弩守 好,突然這邊三級射也補下了 轉強奴路線,強奴現在來到了十隻在家裡 三級射也中間補了上去,空窗期至少快要五分鐘 那還好他的空窗期一直用騎士去燒了 所以也是爭取到了非常多的轉兵空間 好,義大利在家裡補了一些城堡 好,熱奈亞弩守反擊 被反擊的有點痛苦,強奴是可以屌打熱奈亞弩守的 所以團戰來說,義大利人出熱奈亞弩守是一個蠻危險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還要再搭配火炮進行輸出打擊才行 所以只靠熱奈亞弩守的話是不行的 要趕快轉出化學才行 好,義大利人沒有打算要轉傭兵 而是直接走騎兵路線 有可能是直接轉洛馬 可能要走大洛馬 義大利人也是有大洛馬的文明 但波蘭這邊是率先補下了金冠技術 烈克提克遺產 還有波蘭義騎兵 大洛馬的最精華的科技都提升上去了 OK,大洛馬強奴 這個打義大利人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為什麼洛馬會適合打義大利人呢 是因為 造價便宜啊 而且傷害打熱奈亞弩守很高啊 所以即使熱奈亞弩守成型數量 也很容易被烈克提克遺產 擴散傷害的效果 打成殘血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強奴配洛馬 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哎呀,這個好難砍 那義大利人遇到這個情況該怎麼打呢 其實 最好就是出傭兵 或是出槍兵 不然就是轉這個洛馬 去跟對方對打 但以洛馬對打情況下來說 勒奈亞弩守 還是比較好打洛馬 所以精銳勒奈亞弩守要趕快點 那家裡的防守可能要靠槍兵 或是要靠自己的 騎士 去防守 會好一些 畢竟肉馬對撞可能打不太贏 中間來挖礦 我直接從中間 控金礦 黑羅拉這邊控強奴 修點操作 躲動躲箭石 只被換了兩隻 你被換了五隻 哇 黑羅拉這邊強奴控得很漂亮 肉馬直接點直接設在你家門口 黑羅拉這邊肉馬開始 狂妄了 這裡有大量防目攻 那我就派更多大量的肉馬過來抓村民 這邊大肉馬也是 4刀就可以抓掉一隻 這邊直接夾住 卡住回家的路上 這邊村民應該是難逃逸死了 哇好難受好難受 還有這邊 村民術暫時領先 但義大利人這邊村民術也是150吋 這一波抓掉之後村民術下降到了140吋 這一波交換 不虧 兩台巨型頭司機 打掉這根城堡之後 Vilance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黑羅拉拿下比賽勝利 哇黑羅拉真的是 打得非常漂亮 肉馬強奴 該有用的東西都用上了 義大利人跟他對打的話基本上是用不到站垂冰的 這場比賽毫無懸念 直接拿下比賽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 波蘭人拿下資源上勝利 哇整整贏了 大概 13000左右的資源 那資源量來說 這個實務還是很可貴 贏了快要9000 甚至快要贏了對方的0.5倍 是蠻可怕的 那經濟的部分 後面這個絲綢之路真的是一個伏筆 絲綢之路點下去完全不知道拿來幹嘛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